王晨老祖天威 永远的罪兵衔 我守自律当不得 将有今生的宫主 因此变化天海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维心圣教、维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阿弥陀佛 我们都是从天上界、西方极乐世界 带着喜悦、欢喜来世间上修行 这即是中华文化福西氏族、文王周公孔子 所悟的天道 就是这个天丰厚的卦象 上面天、春梁 来到四千 而我们这次在大地 在大地上、投差在大地上 就是在修行 动二窑 就是变为天山顿 顿怪 那就是我们是喜悦的来 哪一位同修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 我们来了 亲戚朋友 会来为我们祝贺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都祝贺我们 列祖列宗 也都 寄托 一个先生 孩子 所寄托、所欢喜的 重点在哪里 就是天山顿 就是要来修行 就是有机会 找到修行的机会 然后 开悟了 可以将 事先的一切 回向 给我们的祖先 祖先已经走了 也很欢喜 我们 祖父、祖母 阿公、阿嬷 兄弟姐妹 也都很欢喜 在灵魂界中 意识中 都已经 开始是 滑稀 充满了 所以当一个人 投胎、转世了 在家中 在家中 作为 方圆百里 到诸天圣神 地区 的侠内 三千万灵 都是一起 来到 你的家中 为你祝贺 因为 要出生一个人 就是圣 人 诞生 所以有的人 以为说 三个小孩 很简单 没啥 这个小孩 就是圣人的 在诞生 你有好好地教育他 他以后就是圣人 这是众生 灵性 所依归 所托付的 尤其 我们的 列祖 列宗 朱祖灵 更加地高兴 更加地喜悦 来迎接 孩子的出生 包括 现在的你 我 他 都是 受过 我们的列祖 列宗的欢迎 排队 欢迎 受过我们 守护神 我们 来修行 来事先上 下来 就带着 你一群的 守护神 守护神 守护灵 来到 世间 投胎在 任何一个家 这是不简单的 其实 这个 耶稣 他脱胎 在 牛棚 在草堆里面 也是宝贝 也成为 时代 的救星 这个是非常深奥 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应该感恩 应该觉醒 不要再像一般的 自我消沉 自我 自我 污蔑 自己的 本来的 本愿 所以我们来 投胎 转世呢 就是天空后 这个挂 所以我们 在天空后的 这个挂像 在 第二摇 第二摇 这个大地上 你不小心 你会往下 睡 你修好 往上都是 洋一摇 都是光明天 所以同修啊 这个啊 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 基本智慧 知识啊 若是 你不了解 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人生 你就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父母 就是不孝 就这样来 我们一个人 投胎的转世 是有九个 九代祖先 为守护神 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从小来 慢慢地 培养起来 到了二十岁 开始我们 更懂事了 我们就要有 修行的 智慧理念 然后 才能一直 跟着人的岁月 一直在迈进 即使到百岁 那是代表 我们的 修行 岁势 多少 那并不代表 一个人 他的功德天 最重要是要有顿悟 要开悟 若是没有开悟 所以我们 活到百岁 还是 只是 只要吃了米 所以 人生的奥秘 这个真的太妙 太妙了啦 若是我们 冷静下来 来思考 你一定 你一定会今天 晚上你也吃不下饭 太高兴了 感恩 我们的父母 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 一代一代的 传下来 一代一代的 寄托 所以 才有一人 得到 救助生天 一人在都 救助生天 那么 相对的 我们若是还没有 完全得到 那我们 就要 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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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提升 借机 升华 借机 升华 怎么升华呢 学习 风 空气 它是 喜悦的 是自由 自在的思维 喜悦的思维 所以叫 天空后 天空后 他乡 欲游 我们从天上下来 来到世间 来到次遥 是第一遥 二遥 他乡 他乡 欲游 我们投胎下来 就在 大地上 上面有 洋 洋的气 洋气 就空气 风水 光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头顶上 所以 李同修啊 我们要记得 我们学义经 就是了解到 身边 这个大气 风水 光 都是在给我们 福音我们 给我们生机 给我们的悟 给我们的叫悟 悟呢 你凡事你要去悟到 阳性的 叫悟 人家 说我们 说你几句话 你就跟人家拼 那是最可怜的人 有时候现在 选举到了 大家拼命的 制造抹黑 要伤害 任何一个人 伤害对方 伤害对方是你的事 但是旁边 他的 宣民 百姓 那个 合起来 可严重 所以这些 都是人生的修行 人生的点点滴滴 所以当我们 遇到第二遥 大地之上 大地之上 又有变动 动摇就是 大地之上又有变动 人 事 物 都在变动 空气 风 水 光 都在变动的时候 那都是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要从里面去领悟 才有48节 我们的祖师也领悟到48节 现在已经立冬了 从 前天开始立冬 我们昨天深谈 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 那也是要叫我们悟啊 所有灵界 三界万灵 都一起 都 来到 全国室 要参加这个法会 受纳我们供养 灵魂界 是阴界 流动大 无形你不看不到 气温之就直接就下降下来了 那是在告诉我们 灵魂界的 好朋友们 也都来了 虽然 我们穿的会比较冷 我们就多穿一件嘛 一件不够就两件嘛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 人生无常 有春夏秋冬 人才会长寿 没有春夏秋冬 人绝对不长寿 所以在二十年前 我们一位信徒 他很高兴 他有赚了钱 他就在澳洲 纽西兰 去买了一栋别墅 很漂亮的别墅 他一到台湾 冷冬的时候 他就前家 尤其两位老人家 就到纽西兰去住了 纽西兰 我们台湾的夏天 那里变冷了 又跑回来台湾住 他有一天 来到经修院 然后问我说老师啊 我去纽西兰 夏天 这个冬天我去纽西兰 都不会冷 这个夏天 来来去去 怎么奇怪 身体越来越虚啊 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 假的什么东西不对 我说你已经违背了 大自然的法则 你自己选择了 要再投胎在台湾 这里过一生 接受体验 冷暖的气候 你没有去感恩 山河大地 而要去逃避 山河大地 所以你身体 开始四肢无力来了 这一位 夫妻两个 夫妻 对啦 我搬到那里 开始两个家 生无人 我在那里 很舒服 台湾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很庆幸 到那边住了 没有想到 他就身体不适合 那就违背自然嘛 你违背了 你的本意 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 你来投胎 转世到台湾来 这就是我们挂象的天空后 所以这一位先生 非常感恩王坦老祖 给他的旅念 和一般的朋友的旅念 完全不同 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 结果活到 前几年 94和95岁 才回家了 所以 我们要适应 环境 要去感恩环境 感恩天地 山河大地 这是我们无论 明雅两界 无论现在我们连作上的 列祖 列宗 朱祖灵 你要投胎 到地球上来 你要选择 你的时间 空间 空间 地点 时间 空间 地点 就是我们世间的 数学理论 这个物理学理论 X Y X Y Z 也就是三次元 六度空间 123 4 5 6 而三次元的空间 起来才是一个圆满 圆满中间是心 心本来就是安静的 心是宁静的 你的心已经包容着 无间宽广 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 所以当下 我们连作上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门 你们的心 跟我们洋人的心 是正等 正觉 而只是 你们在 阴界 而一直是 最怕执着 事先的 悔恨贪欲 恩恋情仇 一旦恩恋情仇 在你的脑海 发生了 那你的心 就永远是 一个小微尘 一个尘埃 永远没有办法 解脱 所以 王山老祖 开示我们 当下性 我们是以精宝 任何一部精 都是我们的心开 心是开的 我们的意识解 把意识解脱的 没有束缚的 所以 诵经 念经的人 我一直提醒 各位 十方善心大德 你们都诵经 将诵经的功德 回向给你们的祖先 回向给灵魂界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 双法界三界万灵 你的心 同样的 明养两界的心 同样是会开了 开了就相应 就有如 我们现在的千如团堂 把你的心 个体的心 就像一盏电灯泡 两盏三盏四盏 更多的心 更多的灵性 电灯泡 点燃 一片全部光明 才不会那么的狭隘 所以才有 就叫 小心脸 小心脸 斗鸡炎 那就表示 没有修行 所以 我希望 各位同学们 当你心里 有烦恼 的时候 你要感到高兴 烦恼 是你的福报 那么你就 拿出经典 任何一部经 拿出来念 行事不趋 你念 你就读了 你去悟 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你的心 时时刻刻 就是 像阳光 浮躁的大地呀 我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给你们拍手 你的鼓掌 你的拍手 你的心就开了 你的心都开 我的心都也开 大家的心也开 意 这个就解脱 烦恼了 所以要修行啊 诵经念经啊 人生百岁一场空 名利富贵不相逢 放下我职 谁活去 往生净土 极肉国 就是要心开 要欲解 你要心开 就是要 以精宝 精宝 这是天人 神 佛 有修行 守悟的 大家 共同的理念 这是精宝 在经中 共同的理念 神的理念 人的理念 在精宝 在精宝 神 佛 圣 神 共同的理念 所以希望 各位同修 大家 要体悟 经典的庄园 和书圣 祝福各位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